在這邊要提醒住在富都心附近的民眾 如果有投資理財的需求 可以前往北富營的北新莊分行 最後再帶你來看到 向來重視生態教育的新莊育民國小 近來特別舉辦了昆蟲科普展 學校特別找來的是多種特別的昆蟲 以及昆蟲標本在校園當中展示 同時還結合了美術跟語文課程 向來重視生態教育的新莊育民國小 昆蟲科普展 從5月21號到5月25號 學校特別蒐集的是多種特別的昆蟲跟標本 在校園當中展示 本身的校內的科展 在今年也融獲了新北市物理組的佳作之外 我們今年也介紹這些昆蟲的部分 包含著我們有獨角仙 敲行蟲以及竹節蟲這個部分 那這個東西都是要希望能夠讓我們的孩子 能夠對於自然保護環境 有更深層的一個愛護 教育主任希望透過昆蟲科普展能夠讓孩子漸進式的認識 愛護進而守護自然生態 最後在守護它那個部分 倘若有機會或者是 倘若是它這些昆蟲將來養大 會變成不想去再去養貨的時候 可能會面臨要去棄養的問題 那讓他們去了解到 這樣的外來種的一些昆蟲 有可能就會破壞到我們台灣原生種的一些自然生態的基地環境上的保護 昆蟲科普展更結合校內課程 要讓昆蟲的生態教育自然的融合在課程當中 學校不僅用心安排昆蟲科普展 更結合語文以及美術課程 有關昆蟲的地方也把它融合進來 此外我們也融合了我們自己校內美術的部分 讓低年級的孩子可以進行著色的比賽 中高年級的部分可以利用我們校內他們平台製作版話的製作方式 將那樣的作品也給呈現出來 學校不僅用心安排昆蟲科普展 更結合語文以及美術課程 讓昆蟲生態教育更能輕鬆內化 以上新聞記者林振傑新莊採訪報導